今年暑假,云南藏语系佛学院经师僧人丹征赤连没有回家 意味着学院宿舍,而是影香格里拉的亲戚之妖帮忙照顾侄儿之女 并辅导他们的自然科学、数学、语文等功课作业 1984年10月,丹征赤连出生在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青县罗宇村 丹征赤连五岁那年,跟随父母度过河谷,翻越山脊 到离洛宇村最近的一所藏传佛教寺院朝拜 幼小的丹征赤连看到僧人身上穿着红黄香剑的袍服,非常喜欢 回家后便哭闹着要出家为僧 父母顺从了幼小的他,将他送到寺院剃度出家 今年时期,因为在寺院学习修行成绩突出 丹征赤连报考了云南藏语系佛学院,并被录取 进入云南藏语系佛学院后,丹征赤连刻苦学习 最终收到了位于北京的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录取同志书 在北京学习期间,他到过上海、河南、河北、天津、浙江多地 参观学习 其实来我们这里学习,大部分都是来自偏远地区的尽人 他们现在过程安排都更丰富 陶征赤连被我那时候获得多了 2018年,丹征赤连取得了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的拓然巴学位后 选择回到家乡狄庆 回到云南藏语系佛学院成为一名经师 专门培养藏传佛教人才 成为经师后,丹征赤连依旧坚持学习 2021年,云南藏语系佛学院开设了第一届藏仪班 丹征赤连一边讲经授课,一边学习藏仪 丹征赤连20岁时,他的父母因为疾病先后去世 这成为他心中的一大遗憾 他一直在想,如果自己掌握医术 或许结局会完全不同 而在藏医班,学员毕业后都会回到基层乡村 为当地民众的健康与民生贡献一份力量 我的愿望是学生们佛法的道理融入到现代以后 他们回老家的时候,他们服务社会 使我们国家越来越好,老百姓的身后越来越富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